沙拉越州政府日前解散了州议会 准备进行州选 不过这项决定引来沙州行动党主席张建元不满 控诉在疫情期间仓促地举行收选 将赌上选民的安危 他更担忧 在疫情影响投票率之下 再也势力恐怕会绝技沙州议会 重回前首长敦太义马木掌政时代 临反对党的不利局面 I think the effect of such an election would be there may be a risk of total wipe up of opposition in the state I think it is not to the benefit and of the of Sarawat and the people of Sarawat that it will return to the pipes era where there is no opposition voices 张建仁今天召开线上记者会时 连番炮轰 执政的沙拉月政党联盟 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不顾疫情举办选举 那更有心要灭绝反对党 他坦言 火箭在本届周选 如如四肢受捆 难以公平竞选 反观沙盟 可以借看守政府之便 四处拜会选民 甚至派发礼物 此外张建仁还抨击沙盟 趁着我国落实18岁选民投票之前 就举行周选 无疑是否决了年轻人的投票权